里面两人都吵架了 外面人都听到了 靳玉气鼓鼓地走出了店铺 还用力踹了门槛一脚 许志强担心地跑到厨房里去 刘文栋担心许念念也跟着跑进了厨房 许念念立刻收起脸上的怒火 若无其事地笑问两人 你们干嘛 他笑意盈盈 一副没吵架的样 许志强所有的安慰到了喉咙 又咽下去 没 没事 他转身出了厨房 刘文栋目光复杂地看着许念念 虽然他没有听清他们在吵什么 但刘文栋感觉是因为自己 你 没事吧 没事啊 我有什么事啊 你去外面等一会儿 我给你煮面 老同学 当我请你 刘文栋看到他脸上的抢颜欢笑 特别心疼 你和你丈夫 是不是因为我才吵架 丈夫 他不是我丈夫 刘文栋双眼立刻亮起 仿佛恢复了某种希望 他不是你丈夫 许念念看懂了这种希望 拧着眠着眉头 但他是我对象 我们定亲了 年后就会结婚 当然 这只是托词 他不过是看清了刘文栋的感情 不想给他任何希望 随着他 随着他这句话落 刘文栋眼里的光亮 渐渐暗淡下去 这样啊 他尴尬又留恋地望着他 双手紧张到无处安放 是我打扰你了 同学之间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呀 况且我是开店的呀 刘文栋听出了许念念的意思 他们只是同学 再没有别的了 嘴角牵起一抹苦涩的笑 刘文栋转身出了厨房 和静玉吵架之后 许念念有些心神不宁 而另外一边 怒气冲冲地冲出店铺之后 静玉来到了隔壁巷子里 看什么都不顺眼 走到巷子尽头 发现前面是堵死的路 火大的他狠狠地一脚踹到墙壁上 使出全身的力气 一脚踹上去之后 静玉操了一声 抱着脚坐到地上 真他妈疼 脚趾头不知道断了没 坐在巷子里 静玉慢慢冷静下来 突然后悔自己的冲动 该死的 他拿什么脸去发脾气 在他跟前 没身份 没地位 还抱脾气 这不是等着被嫌弃吗 他怎么那么蠢 真是被极度冲昏了头脑 不行 他得赶紧回去 这么一想 静玉从地上爬起来 刚一站稳 脚下一个亮枪 差点没跌地上去 回到店铺时 那个什么洞已经离开了 店铺里还有其他客人 但因为不是饭点 客人也不是很多 就坐了五六桌 许念念正在厨房里忙碌 看见他进来 许志强脸上染上了笑意 姐夫 你回来了 静玉恩了一声 一整天的暴脾气 被这声姐夫 治愈了 嗯 我去帮你解 说着 他进了厨房 许志强诧异地 看着静玉的背影 怎么出去的时候 好好的 回来就博了 先开门帘 静玉看见 许念念还在炒菜 一边炒菜 还要一边下面条 忙得满头大汗 静玉看了 立马就心疼了 早知道 就不作死跑出去了 默不作声地走过去 静玉抬手 搭在许念念肩上 我帮你 许念念专心炒菜 加上静玉走路 基本没声 突然 一只手 拍在自己肩上 许念念吓得啊了一声 正在炒菜的铲子 一下戳起来 掀起了几片肥肉 肥肉成弧线抛起来 啪的一声 打在静玉脑袋上 许念念惊魂未定 转身看到是静玉 猛地松了口气 随即立马鼓起脸 你还回来干嘛呀 静玉扒了着头发 拽下头顶上的两片肥肉 放低姿态 对不起 你没有对不起我 许念念说完 转过身继续炒菜 静玉自知理亏 毕竟他们一开始说好 互不干涉的 可他就是闹心 就是吃醋 就是嫉妒 我不该那样说你 你没错 是我错了 反正在你眼里 我就是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逮谁勾引谁 要不这样吧 咱们挑个时间 把这亲事退了 反正也是假的 不行 静玉刷的一下抬起头 坚决反对 回来